又到了老庙的食材时间 今天带大家来试吃一下 在苏州必吃榜上的苏光菜 老庙现在所在的就是苏州的石泉街 西街人民路 东街凤凰街 整个北边就是冠泉街 南边是又是南园 这边的位置非常好 所以看一下这家到底味道怎么样 如果味道好的话 以后老庙带朋友来吃 苏光菜也可以来这家了 走 好 今天捡了这么多菜 苏式酱鸭鸭都算是夏天比较爽口 然后能吃得下去的菜 试试看这家店到底怎么样 好吧 蟹豆一般要先浇点醋 然后根据每个人的口味的不一样 会浇多少 如果不浇醋就有点腥 从苏式酱鸭的话真的是有点出乎到没有想象 反正之前吃很多的特装油的时候都会觉得有无腥味 可能腥味因为里面有含蟹 但是这个纯粹用的是鱼蟹和和蟹 所以整个的腥味很浅 然后加了一点点醋 让整个蟹的香味又快速的激发爽 真的味道非常不错 而且这道菜挺平衡的 这边是两个蟹都起点一个三十 这么多 先喝口水 做一个美食锅主 老板要一点腥味 确实有 这个油瓦小吧就是有点小 这样的油瓦像一般在菜场多块钱一斤 这里面大概三四两样的 味道的确是好味道 新鲜是挺新鲜的 但是美中不足的一点是说 这个油瓦虾 下锅时候的火候可能油温是有稍微有点低 所以它的整个虾壳还不够那么的醋 这是老妹要对这道菜的评价 这个想象我们油耗油坏 好的地方是它基本上有很多东西 一定要给足了 整个黄扇也干净 但是不足的地方就是油温可能稍微有点大 这道是油温不够 这道是油温有点弹 然后整个扇鱼肉有点太酥烂了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也能给个八十分左右的厂商 来 试一试我喂你 嘿嘿嘿 你好骚啊 好骚啊 猪猪肉豆花呢其实是咸口的 再尝一口啊 那个是挺嫩的 豆腐鲜也挺鲜的 来 最后一碗扁鲜 炒鸡汤 还有枸杞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这一顿饭 四个热菜两个凉菜 吃了363 老大第一次已经吃完 所以打包带回去今天晚上继续吃 坚决抵制浪费粗 老大今天就去吃到这 我们下次料代福州的美食节目 继续评测 料代福州 料代福州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